过五不时的减肥法一直是一种简单的减肥方法,它在通常意义上是只过了下午三点,就不再吃除水果、水之外的一时,这种减肥方法效果较好,容易让人养成易受体质。 但是,过五不时减肥法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,大家一起来看看吧,一些不科学的过五不时减肥法往往会让人毫无节制的结识,其实这样对减肥是无利的,想要加快减肥速度自然有科学的方法。 听于运动,搭配腐瘦产品都是减肥良策,运动不必多说,腐瘦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减肥策略,多从欧洲和日本引进,可以提高减肥的效率,一个月能减食筋,同时,养成易受体质。 过五不时减肥法,老姐五点更享受,一,早餐午餐要正常吃,但不要过量,要用过五不时减肥方法的姐妹们千万不要打折扣,记得中午之后就封口,早餐和午餐都正常吃,不过量就行,晚上一杯脱脂奶,绝对有成效,但是过五不时减肥法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,需要有毅力。 二,执行过五不时减肥法,早餐和午餐就变得很关键,要多吃菜,鱼粥,鸡肉还有米饭,多吃粗纤维的东西,是让你的胃花长时间去消耗,你就会有种一直很饱的感觉,油炸食品饮料千万不要碰,其实水果当中的果汤成分也会令人发胖的,所以含糖饭多的水果不建议多吃。 比如蹄子,葡萄,西瓜等等,苹果很好,多吃没有关系,西红柿不要空腹吃,对外有刺激。 三,肠胃不好的人,是用过五不时减肥法,现代社会人们常常到五夜才睡觉,甚至晚上的活动量更大。 如果只有早午两餐,没有矮餐,既饱不均,又又发胃溃疡的危险,对身体有所损害,因此,一个人只有兼职早睡早起的习惯,才能更好地发挥过五不时减肥法的功效。 但是肠胃不好的人,一定要使用过五不时减肥法,以免加重病情。 四,使用过五不时减肥法。 要注意多喝水,每天早饭前可以喝一大杯温水。 在温水中可以适当地加点盐,一天喝水的量,最好不要小于八杯。 如果喝茶的话,建议您可以选择上午和下午喝。 这样有助于肠胃消化,又增加饱腹感,另外选择一些可以帮助还有减肥的茶饮会更好。 像和叶茶,玫瑰花草茶等这些草本植物,这些茶不但增强身体肠道蠕动,改善便秘,同时还可以提升心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